第2314集 身后的崇光神下宫光芒晃动 一道道神光涌入轩辕墨爷的体内 帮助他调息 而此刻墨血明已经目光冷然地再度出手 还想喘息 我不会给你机会的 墨血明眼中无尽的杀意爆发 竟然有两道金氏剑光从眼中射出 这是墨血明领悟的无尚刀意 刀意毁灭天地 举世无敌 根本没有任何事物能够阻挡 仿佛要洞穿抹杀诸天万劫一般 一瞬间便将空间洞穿 穿透天空出现在轩辕墨爷面前 想杀我 轩辕墨爷勃然大怒 你不过领悟了无尚刀意而已 还没有真正领悟元术 凭借一门伟元术就想杀我 给我破杀了 轩辕墨爷狂暴怒吼 陡然催动星帝耗燃气 狂暴的星帝大手印 接连不断地从空中落下 星帝飞剑守护 十万把飞剑形成钢铁洪流 守护在轩辕墨爷的面前 逆练鸿蒙的无上伟力爆发 如同一层层光环挡在两道 无上刀意的前方 十万把飞剑形成的光环不断破碎 被无上刀意层层斩碎 天际落下的星帝大手印 也根本触碰不到无上刀意 便被可怕的锋芒彻底泯灭 啊 给我破杀了 毁天灭地的冲击不断地席卷天穷 天空都荡起了一层层涟漪 空间一层接着一层地破碎 这一刻神国都仿佛出现在了 环宇之中一般 无上刀意的可怕 让轩辕墨爷都感到无比的恐惧 脸色阴沉到了极致 同时也毫无血色 这狂暴的攻击也让它消耗巨大 而在此刻 轩辕墨爷突然出手 竟然一把将诸仙剑刺入自己的掌心 汹涌鲜血流淌在诸仙剑之上 诸仙剑绽放出映照诸天万界的无上光芒 这光芒刺目到了极致 甚至连墨血明和叶辰等人 都无法在这样的光芒面前睁开眼睛 而在这一刻 轩辕墨爷的怒吼声却是响起 怒吼声中还蕴含着无上的天道气息 天道之主的无上威严 镇压万界 无敌的气势爆发 诸仙剑光 破杀万古 无穷无尽的刺目光芒突然在这一刻凝聚 天地间所有的光芒仿佛都被吸收 整个神国都陷入了彻底的黑暗之中 而在黑暗之中 凝聚到极点的诸仙剑光却是更加璀璨 比天上的日月还要明亮刺目 根本无法直视 有人抬头看天 下一刻便双目流血 瞬间便刺下 这样可怕的剑光 简直毁天灭地 无法无天 怎么可能 墨雪明看到这道剑光 也心神震荡 这剑光太过可怕 比他的无上刀意还要可怕 无上刀意不过是从原术中 领悟到的还不能称为元术 但这诸仙剑光却仿佛是真正的元术 天地间最本源的剑之源 能够斩尽诸天万劫 一剑断万古 诸仙剑光 抽 轩辕墨爷凝聚出这一剑 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此刻气息震荡 体内的五脏六腑甚至都在溃败 在炸裂 无数鲜血喷涌 让他伤势极重 但是诸仙剑光也的确可怕 毁天灭地一般瞬间刺出 对着两道无上刀意 红然席卷而出 世间最极致的剑光破杀一切 两道无上刀意都在一瞬间被泯灭 根本没有丝毫抵抗能力 瞬间消散 看到这一幕 莫雪明脸色大变 这剑光的速度太快 仿佛能穿透无穷的时光 根本就是瞬息之间 剑光刺破无尽空间 掀起狂暴无匹的空间风暴 如同一道灵力到极点的巨剑一般 瞬间来到莫雪明的面前 挡不住 莫雪明心中震荡 瞬间便清楚地认知到这一点 朱仙剑光简直无法无天 他根本不可能抵挡 此时此刻玲珑天吟塔中 夜晨和小黄看着朱仙剑光 也忍不住目露惊骇之色 朱仙剑光太过无敌 无法无天 剑之员的力量果然无敌 根本无法抵挡 甚至让人心生绝望 就在这时 莫雪明却是突然取出一颗 漆黑到极点的珠子 这珠子如同朱仙剑光一般 一出现便吸取所有的光芒 甚至就算是朱仙剑光的光芒 都被珠子吸取 一股莫名的无上伟力 在这一刻笼罩天地 轩辕莫爷的脸色微变 而莫雪明却拿着朱子目光狂热 这是极致闽天珠 虽然不是鸿蒙至宝 但却被称为三十三天 鸿蒙至宝之外的 第三十四个鸿蒙至宝 这是天地间 无上鸿蒙之气凝聚的大杀器 是真正为了毁灭而诞生的 极致闽天珠 只为毁灭而生 毁灭一切 没有人能够抵挡 极致闽天珠 给我吞噬了 莫雪明大笑一声 陡然将极致闽天珠 抛向朱仙剑光 天地在这一刻都仿佛发出了哀鸣 朱仙剑光和极致闽天珠碰撞在一起 毁天灭地的冲击顿时爆发 要震过天地的轰鸣声瞬间响起 但是在下一刻 极致闽天珠爆发出无尽的黑色光芒 黑色光芒不但将毁天灭地般的冲击 一丝不留地全部吞下 甚至连轰鸣声光芒空间甚至是人的意念 这世间一切存在的东西全部吞噬 朱仙剑光蕴含着无上的剑之源 但却也根本无法抗衡 极致闽天珠的爆发 吞噬一切 毁灭诸天万界 日月星辰的黑色光芒扩散开来 朱仙剑光在黑暗中没有抵挡多久 便被彻底吞噬 一瞬间 黑色光芒开始扩散 向整个神国席卷 这一刻 整个神国的人心头都莫名生起一抹绝望的感觉 他们看着天空上的极致闽天珠 面色呆滞 这是怎样可怕 怎样邪恶 怎样无敌的光芒 只是看到这黑色光芒 便让人感到毫无希望 甚至想要一死了之 没有了生的信念 在这一刻 甚至真的有不少人拔剑自吻 有人选择跳崖 有人彻底疯掉 整个神国都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 莫血明 你疯了 轩月末也此刻也忍不住脸色大变 极致敏天珠无人能够阻挡 这黑色光芒将最终笼罩整个神国 到时候神国都将被完全泯灭 这是何等的惨无人性 我没疯 莫血明冷笑着 看着轩月末也 我是修罗之主 我是地狱的化身 这样的事情你不能做 但是对我来说 有何不可 你毁灭整个神国 你知道 你要承受怎样的因果吗 这因果会让你万劫不复 哪怕今天你杀了我 你也活不了 轩月末也都要疯狂了 他真的想不到 莫血明竟然会做出如此愚蠢的事情 这是要和他同归于尽吗 我就算毁灭了整个神国 也将安然无恙 莫血明的声音阴沉到了极点 如同恶鬼的地狱一般 他的目光扫尸四周虚空 在捕捉夜沉的身影 只要杀死夜沉 夺取轮回之主的无上气韵 哪怕是毁掉整个神国 他也不会万劫不复 玲珑天吟塔中 夜沉看到极致敏天珠的爆发 脸色也瞬息大变 这个莫血明 夜沉咬牙切齿 莫血明可以不在乎神国 不在乎这无数生灵 玄岩墨爷也可以无视这一切 但是夜沉不行 夜沉无法放弃这无辜的众生 夜沉的使命便是守护神国 守护众生 他又怎能眼睁睁地看着黑色光芒 将这一切都彻底吞噬 彻底泯灭 变成无边无际 从未存在过的虚无 泯灭一切 毁天灭地的黑色光芒席卷开来 日月苍穹都被吞噬 被消弭 夜沉脸色凝重 他不能看着这一切发生 他必须出手 师尊 前辈 借我力量 夜沉怒吼一声 轮回目的中的天道七圣 与黄泉三组面色肃穆 也知道此刻情况危机 必须相助 好 诗人同声应下 狂暴的力量汹涌而出 汇入夜沉体内 毁天灭地般的无敌气势震荡 夜沉骤然从玲珑天吟塔中飞出 狂暴的气息震荡苍穹 连黑色光芒都荡起了波纹 夜沉 你终于出来了 墨血明看着夜沉宁笑起来 只要杀了夜沉 夺取轮回之主的无上气韵 那他动用极致敏天珠犯下的滔天罪恶 无尽因果也能被洗刷干净 天空炸裂 无穷空间崩塌 墨血明竟然二话不说 直直冲着夜沉沙来 肖响 这一刻 轩悦莫也脸色苍白 却抱起出手 竟然主动地迎向了墨血明 轩悦莫也很清楚 极致敏天珠爆发 除了墨血明之外 所有人 所有的一切都要在黑色光芒下消亡 而目前唯一能改变战局的 就是他和夜沉联手 挡住这黑色光芒 因此 轩悦莫也断然不可能让墨血明杀死夜沉 夜沉若是死了 他也必死无疑 狂暴的修罗之气和星帝浩然气 在天穷之上猛烈相撞 毁天灭地的恐怖波动席卷 无尽虚无之中 时光仿佛都在坍塌 轩悦莫也 你想坏我的好事吗 墨血明牙字欲裂 他想到轩悦莫也竟然主动帮助夜沉 此刻脸色阴沉到了极点 身上狂暴的杀气冲销而起 仿佛一道从天而降的血海 让人心神震荡的杀意弥漫开来 感谢观看